近日 湖南张家界上演了一场翼桩飞行表演 翼桩飞行运动员乘坐直升机 升至天门洞后方上空 海拔2200米以上的高度 在与天门洞直线距离约850米的位置 身着翼桩从机舱起跳 以180公里左右的时速飞行 最终成功穿越高131.5米 宽57米 身60米的世界最高海拔天然穿山溶洞天门洞 整个翼桩飞行过程一分19秒